有关那个输出 底下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输出的结果 1乘1等于1 那这边一个TAB OK 就反斜线T嘛 拖曳资源里面前面有讲到的 那这边有一个反斜线T 一直到这边的话是换行 所以这边有一个 其实这边有一个反斜线T 然后加一个换行 换行就换到这边来 换下一个 那前面的这个值呢 是由I来决定 后面这个值的话呢 是由J来决定 那这里啊 这个最后的值呢 就两个相乘的结果 输出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第一个啦 当然我们可以先输出 纵向一个好了 其实如果纵向一个可以输出的话 那再来的话 再把它补上横向的 那这样子整个就可以OK了 不过要怎么做 我们接下来第一个来看 如果我今天J是固定是1好了 由I去变的话 那当然我要先输出啦 不过输出有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要串字串 那它这个变数是数字 所以记得要怎么样 加一个String 然后先把什么 先把I给输出了 输出之后串接什么 串接一个X 我用X来代替称号 再串接一个String 那那个什么呢 一个J 看到没有 E乘上 最后那个J嘛 把E带过来 然后最后呢 再串接等号 串接两个相等 等于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两个相乘的结果 要记得一样 要把它转成 所以 I乘上J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串接输出 那它会怎么样 一个一个变纵向的 因为这边Print本身后面会有个换行 所以把它Print出去 OK 1乘1等于1 换行嘛 Print 2 J的话都是1 OK 可是目前的话 好只有纵向 那如果说我要 1234 等到9的话 那这个时候当然 接下来呢 我们的J 就要加进来了 那J要怎么加进来呢 其实 可以拿这个4来改 Ctrl 键按住 复制一下 这边的话就改个J 对不对 一样 所以变成有一个I 这个就可以把它mark掉 这个可以把它注解 或删除都可以 再来的话 Print就变成要下一阶了 OK 所以现在的话呢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 I跟J 那刚刚是 每跑一个就 换下 然后它就会先怎么样 先跑 就是 先这个是E 然后你会发现 E 那这个的话呢 里面 1到9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个E 然后1到9 会跑一次 那每一个的Enter 所以执行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哦 它执行完之后 一样啦 先把E全部跑完了 有没有 这个E 指的是I 那这个的话1到9 有没有 追的部分呢 1到9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换行了 所以变成怎么样 它就是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哎 可是问题来了 那如果说今天呢 我不要这样排列 我要让它向右排列的话 怎么做呢 哦 这边的话可能会有个问题哦 第一个哦 要不就是我怎么样 我刚刚有讲过哦 如果我不要让它换行 后面它因为换行嘛 所以如果我不希望它换行的话 那我可以在这个Printer的最后面 再一个逗点 把它后面换行的那个动作 把它删除掉 end等于空的 意思就是说 你待会不要帮我换行哦 不过如果不要换行 会变成这样 它就全部接在后面了 所以把这个哦 end等于空的 加在后面的话呢 它就变成没有换行 那就变成全部都接在后面了 1乘1 有没有 1乘1等于1 1乘2等于2 诶 那问题来了 我希望中间怎么样 帮我加那个TAB键哦 OK 有没有 所以我怎么做呢 其实可以在这个 出出的最后面怎么样 再串接一个什么呢 串接一个 反斜线T 这个意思就是说 输出一个哦 我中间间隔就是用TAB键当分隔 所以 1乘1 诶 这边加一个TAB定位点 把它输出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的话 1乘1 有没有 这边就一个TAB 就刚刚这个东西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希望怎么样 1乘1到 乘上9 2的话呢 请你怎么样 帮我换到下面去 换到下面去哦 所以换到下面去的话 那理论上就是怎么样 这个J的回圈跑完之后 我就让他再换行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这边其实有个简单的技巧 说你可以在 这一个缩牌的前面 把它换到前面去 意思就是当这个J的回圈跑完之后 我换行 那换行最简单的方法哦 就是打一个什么呢 打一个printer就可以了 因为printer本身就是输出一个换行 OK 它是输出什么东西 帮你换行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printer 加在这里的话 其实哦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就完成了 OK 各位看得懂这意思吗 里面我大概就是多增加了一些 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复杂的技巧 就是第一个哦 我是把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它就是会帮你printer 每一个后面都会加一个enter 那如果你不希望它有enter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加一个这个end 它最后面那个end把它去掉哦 那因为每一个每一个要间隔的话 你就是这边加一个 就是反斜线T哦 就是定位点 那你如果因为它全部都串在一起嘛 如果你希望呢 每跑一个i的回圈 这个1跑完之后换行 2跑完换行的话 那你可以在什么 在这个tray的回圈 这个下面哦 记得哦 加在这一切里面哦 加一个printer printer它就是会在最后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反斜线N 加在这里 那它就自动形成一个换行 OK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哦 那这个 参考答案的话哦 可以参考云端啦 云端上面也有啦 城市 那这个是一种写法哦 另外还有一种写法用串接的 就是先丢到一个字串变数 串完之后一次printer 也是OK的哦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哦 把那个judge乘法表哦 试着输出哦 特别注意哦 如果未来你对这种回圈 加上字串输出不熟悉的话 那跟各位讲 以后你要抓资料 要丢到资料库也好 或者是说你要做后续处理哦 那就会很大的障碍哦 这其实 建议就是一定要熟练 那尽量多找一些问题哦 把你要的结果哦 就是试着能够也输出哦 那试试看 把那个judge乘法表部分哦 试着做做看哦